在过去以前我认识一个大陆的一个特异功能 他说他所认识的很多特异功能里面 就是说假如他们不懂的 也就是说因为他有特异功能 所以他的名利就有了 结果他说就他所知 只要走出江湖没几年 很多特异功能都不见了 原来有后来都没有 后来都是假的 不过当初是有 后来是假的 为什么 所以那次我们请 有一次在跟他谈他就讲说 我们其实一段时间 自己必须要内心事物再调整一下 也就是说他必须要舍开名利心 我这个例子在碰到有些医生也出现 早期他对医疗的那种感觉 说不上那种敏感性 连他的老师都怪 因为他在把脉的时候 他的老师把不出来 可是他把得出来 本来是老师教他 可是他的敏感性到他能知道说 这个脉象里面其实有很维系的东西 好像在告诉他是如何的病 可是他开始忙 病人多多多多 多到身心越来那个灵敏性越美了 所以其实我发觉 有的人其实你可以看到 被物欲所揽 被名利心所揽 有的不一定钱 有的是一种肯定 就在红尘中 就揽悟掉 所以那个感觉其实已经失去了 早就失去了 我们曾经看到有几个救星人 只因为他曾经有这种神通力 可是因为神通力 所以他有特殊的这种功德 所以招感的医治他的很多 可是我发觉后来就不是 以前有特殊能力 的确你在想什么很容易被他看到 可是后来我发觉 不是变了 没有了 被烦恼所盖 所以这种神通的东西 这个调整我觉得 因为他被其他的染如心所改住 所以原来的叫成就的东西 已经那种因不在了 所以我发现了